每次有人问我 9万的核直车捷达VS5能买吗 答案是当然能买 别看不是挂着大众车标 但是它的发动机底盘都是大众的玩意儿 乃至它也是同样基于大众的MQB平台打造的一个产物 和大众的图公L探阅是同平台 并且搭载1.4T大众EA211涡轮增压发动机 250的扭矩 150的马力 动力是绝对公用的 也是和图公L它越是1.4T一次发动机是一样的 也同样加95号汽油 那么有人说我就加92 那么我告诉你 如果你长时间的加92号汽油 发动机会产生暴震 会缩短发动机的寿命 我劝你还是改为加95 但是变速箱并不是匹配的双利和变速箱 匹配的是爱心的6AT变速箱 虽然换挡速度不如双利和 但是爱心6AT的特点就是稳定性耐用性会比双利和好很多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不是多么高档的爱心6AT 那也是非常难用的 所以说这款变速箱并不差 但是换点升挡降挡是有一点点顿挫的 AT变速箱没办法 底盘方面使用的是前半分信用后面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 大家听好是独立的 这个价位在合纸车里面也就是捷达VS5能给你后独立悬架 很多日系车 10多万后面仍然是个扭力量的非独立悬架 对吧 所以说还是很厚道的 百臂是铁的 但是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防腐防腰做的很好 跑起来大众调教的底盘 扎实感支撑硬是很不错的 紧致感也很好 但是捷达VS5的缺点是由于受价格影响吧 内饰塑料感极强 再就是隔音精英稍差一些 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呢 对吧 要比同价位的裤车啊 虽然差一些 但是买它你看中的是什么呢 大众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是你想要的 那么40年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去留言 欢迎大家转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